拿个厌解真兴趣,谢谢,谢谢压长 真的,这是正常的 其中有一段,我不知道你们 有的人应该会注意,有的人不注意 当时小熊拍了一段 拍了一段小水 然后小水后期放了一段让小熊下架了 为什么? 小水当时他认为是美美颜的还是咋的 就有点不适应,然后下架了 兄弟们点点关注啊 我不上房车,人家让我上,我是上 不过人家也说,有时候另外人自己一个人 我上人房车,兄弟们我说咋回事 说是我重来一遍我都没上过 一直到我们分开 我都连他台阶都没上过 只上的是驾驶位,帮他开了两次车 一次是给他倒车,往那啥里开 就是吵头那次,都是在野人那儿 别说我连一遍都没开过 真没开过,我连车都没上过 大家伙中有人会过多的去解读 没必要,你们解读的太多了 你说,反正解释也没啥用 兄弟们这东西解不解释的,对你们来说解释不解释 你们认定的事也没用 对,我就是帮他倒了一次车 一直往里倒,一直往里开 大家伙一定认为我们有事我也没办法 跟萧蕊要怎么说呢 早晚都得分开,不可能走不下去 除非萧蕊能改掉他那些毛病 不改的话,根本走不着 他每天,他的作息时间我跟他碰碰到一块 他是晚上活跃,白天就睡觉 你可以上燕姐的车 燕姐让我上,我就上呗 跟他俩时间走不着一块 你说,比如说我俩今天我看前面有个山 然后我们到了明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早去爬山 然后下回来,他就跟我走不着一块 我八点钟起来,我要走,人家还睡觉呢 你说我要给他自己扔着吧 不是那回事,你要不扔着我自己 那个自己走他,你是一起走他 他还没有拍摄的东西 所以说有时候挺矛盾 你们大伙会知道,跟他走那段 我作息时间都变了 帮燕姐修车,我能感觉车坏那种无助 那都没事,什么都会 就是不会炮小姑娘,真有意思 你知道我不会炮我 你啥车呀,你车也坏过呀 走吧,咱慢慢往回走着吧 兄弟们,终于收拾完了 慢慢往回走着回家